他叫杰森是一名退役的特种兵 如今却干起了黑道上的买卖 只要雇主给他钱多 什么生意都做 而且从不多嘴 办事干净利索 这天杰森又接到了个大单子 负责将几名抢银行的劫匪安全地运送出去 眼看身后的警察不断追来 杰森猛踩油门 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旋转飘移 飞速穿梭 同车的一名劫匪直接被晃悠的呕吐不止 可杰森却并不准备停下 眼看警车就要把他们包围了 杰森一脚油门踩到底 一跃撞碎了栏杆冲下了大桥 稳稳地落在了下方一辆大货车之上 就在这时 杰森直接抢过劫匪的手枪 从车窗探出身来 一枪打断了固定后方汽车的钢条 直接拦停了后方大批追赶的警车 随后杰森又从货车上起转之下 拐进了一个运输货物的码头旁 看准时机车头调转90度 借助火车的掩护 终于摆退了后方警车的追击 来到约定的接应地点之后 杰森老大被杰森的车技深深地折服 他拿出了两倍的酬金 希望杰森能再送他们一程 可任性的杰森却说 杰森老大只能带领小弟乘坐自己的车离开 而杰森则熟悉地换上新的车牌号 一路开车回到了家里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原有的车牌号给换下来 干这一行想不被抓到 这一柜子的备用车牌号算是最基本的了 果不其然 很快一名警长便上门调查肇事车辆 好在杰森早有准备 轻轻松松地便蒙混过关 警长刚走 杰森就接到了另一名雇主的电话 要他开车将一个50公斤中的袋子 送往250公里外的卢森宝市 杰森在接到两万法郎的定金之后 便开始着手准备此次任务了 隔天一早 杰森如约地来到了接货地点 雇主派人往后备箱里放了一个大黑袋子后 杰森便开始此次的送货之行 可车开到半路 车胎却突然爆了 杰森只能停下车 打开后备箱取出备用车胎 这时他注意到 那个黑色的袋子竟然在动 可出于职业的操守 杰森并没有拉开拉链 去查看里面的东西 而是静止地推开袋子 换好车胎后便重新出发了 简单地吃过午饭之后 杰森看着汽车的后备箱陷入了沉思 最后他还是多买了一瓶饮料 在把车开到无人的地方之后 他第一次破坏了规矩 打开了那个黑袋子 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一个美女 小琪 杰森用刀将小琪嘴巴上的胶带 划开了一个口子 让他喝了几口果汁 随后又重新将小琪塞回袋子里 再次出发了 可没走多远 杰森就听到小琪不断拍打后备箱的声音 停下来询问缘由 才知道小琪是想解决内疾 无奈 杰森只能用绳子绑住小琪的脖子 可眼看倒计时已经结束 小琪却迟迟地不见踪影 杰森顺着绳子一路找了过去 才发现小琪早就已经逃跑了 小琪在山谷中疯狂地逃窜 脚下一空便滚了下去 过程中掉落的胶带却被杰森捡个正着 很快 特种名出身的杰森就找到了逃跑的小琪 然后重新封住了他的嘴巴 绑住了他的双手 杰森刚刚回到了汽车旁 就看到了两个巡逻的警察 他直接抛出小琪砸向其中的一名警察 然后快速出击一脚飞踹 很快 两名警察都被干翻倒地 杰森索性直接将他们三人 全部塞进了后备箱中 来到交货的地点 杰森将装有小琪的袋子 交给了短发哥 在拿到了剩下的酬金之后 便准备开车离开 可短发哥却希望杰森 能再替他送一个手提箱 酬金丰富还挺顺路 杰森想也没想 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箱子差点害得他死无全尸 杰森刚刚准备回到车上继续送货 但汽车却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很显然 刚才短发哥交给杰森的那个箱子里 装的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可是彻底惹磨了暴脾气的杰森 他孤身一人来到了短发哥的家中 然后一脚飞踹 踢开了大门 开门的小弟随即发箱 便朝着杰森射去 好在他用门板作为演部 一个帅气的转身接住手枪 迅速地干掉了一众的坑手小弟 两名拿着斧头的小弟又冲了出来 上来对着杰森就是一顿乱喊 这一段打戏 倒是颇有咱们当年老港片的风范 小齐听到外面的打斗声 也趁乱悄悄溜了出去 杰森则一路来到了短发哥的车库 开上他那辆黑色的奔驰车便扬长而去 可车开到一半 杰森却突然发现小齐 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在了后座 这可把杰森给气坏了 想想这一切的倒霉事都是因为他 愤怒的杰森直接将小齐丢在了半路 要不说英雄难过美人观呢 车开出去没多远 杰森就心软了 于是立刻倒车回去 将小齐重新放进了后备箱里 回到家之后 杰森还贴心地为小齐煮了一碗面 另一边 短发哥来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小弟 从他的口中得知 杰森竟然没有被炸弹炸死 还把自己的家搞得一团糟 为了防止消息泄露出去 短发哥竟然硬生生地 捂死了受伤的小弟 他按下决心 势必要找杰森复仇 而此时的杰森 却还在悠然地享受着小齐 为他准备的早餐 这时 上次那个警长 突然又找到了杰森 说在一起事故爆炸的现场 找到了他的车牌号 杰森急中生智 忙说自己的车被盗了 多亏了小齐开车 才向他送了回来 警长对他的话表示怀疑 刚刚送走了警长 一发炮弹 又朝着杰森的家射了过来 屋顶瞬间被炸得粉碎 杰森赶紧带着小齐 躲在了桌子下面 随即雨点半的子弹 便射出了整座房子 原来是短发哥带人寻仇来了 杰森只能带着小齐一路躲闪 可炸弹一发接着一发的射来 整座房子都被炸得摇摇欲坠 杰森赶紧带着小齐 一路顺着密道躲进地下室 然后通过和外界相联的水道 逃了出去 随后两人来到了杰森 事先准备好的避难小屋 脱掉了湿淋淋的衣服 然后小齐突然叫住了杰森 上去就是一顿法式诗文 这一夜两人的革命友谊升华了 隔天杰森和小齐两人 主动找到警长报案 说他们出门游泳回来 就发现自己的家被炸了 警长对杰森的话深表怀疑 可奈何杰森和小齐配合默契 对答如流 警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 这时 一名警局的职员把警长叫了出去 小齐趁此机会 黑进了警局的人员备案系统 很快就查出了短发哥的资料 从警局离开之后 小齐想让杰森一起去找短发哥报仇 可杰森却不想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拒绝了小齐的请求 小齐哭着告诉杰森说 自己的父亲和妹妹都在船上 过了今晚 他们就会被卖身为奴 而操盘这次交易的正是短发哥 杰森听完小齐的哭诉之后 再一次心软了 很快 他们便溜进了短发哥的办公室 杰森拿枪指着短发哥的脑袋 逼他说出关押小齐父亲的货柜号码 可短发哥却告诉杰森说 小齐的父亲正在上楼 马上就会来到这里 原来小齐的父亲也是一名黑道老大 专职做着一些人口买卖的生意 他不愿意看着父亲继续错下去 于是便骗了杰森 希望他能救出被父亲关押的那些人 不料却险些害死的杰森 这个男人目前将杰森打云在地 面对警长的询问 他却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 随即 警长便命人拖走了昏倒在地的杰森 在警局里苏醒之后 杰森向警长坦白了一切 告诉他短发哥等人是一群人贩子 如今已经有400人被关押等待交易 警长虽然相信杰森的话 可苦于没有证据 他并不能命人展开追捕 而杰森则信誓旦旦地说道 如果自己能出去的话 12个小时之内便能了结此事 于是 警长便假装被挟持 顺利地让杰森离开了警局 告别了警长之后 杰森便一个人架着船来到了码头之上 他用听诊器开始逐一排查集装箱 以此确认里面的情况 搜寻期间 杰森正面遇到了一个巡逻的小弟 他二话不说直接开枪杀死了他 可枪声却吸引了短发哥的注意 他随即带人包围了杰森 随后一拳将杰森手里的枪打落在地 并命令手下务必要活着杰森才行 四名打手从两侧朝着杰森杀了过来 杰森利用集装箱的铁门 很快就摆了他 随后杰森趴倒在集装箱的上面 眼看短发哥就要离开码头了 他纵身一跃 死死地扒住了货车的一角 可剧烈的声响也引起了司机的注意 于是他将货车故意撞向一旁的警示牌 无奈杰森只能松手跳下货车 落在了下方经过的公交车顶之上 而他的身后短发哥派出的杀手 也很快追了过来 在公交车狭窄的车厢里 杰森一人面对五人的围堵也毫不畏惧 轻轻松松地就解决了他们 杰森刚想离开这里 迎面就被光头给一拳打倒在地 两人赤手空拳 近身肉搏 一时间也打得难分高下 不过很快光头的帮手就赶到了这里 杰森挣扎中一脚踢翻了一桶黑机油 地面瞬间变得失华难行 杰森也抓住机会 挣脱了束缚 此时他灵机一动 一把将黑机油倒满了全身 任凭对方人多势众 却无论如何也抓不住浑身失华的杰森 杰森取下一旁自行车的脚凳 套在脚上 一发扫地打倒一片 再来一起飞腿 杀手们都纷纷被他打倒在地 这时一群石枪的杀手再次赶来 杰森直接抱起光头 当作肉盾 然后撞碎的玻璃 纵身跃进了大海之中 一名杀手健壮 将一个油桶泡了下去 引爆之后 海面上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好在杰森精通水性 很快他便再次回到了码头之上 在抢下了一辆小破车后 杰森便朝着短发哥的方向 飞快地追了过去 结果没开多远 小破车就因为车速过快 冒起了浓烟 杰森气得直跺脚 这时一架直升机从他头顶上掠过 看样子是准备降落了 杰森见状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追了上去 并用枪威胁驾驶员交出了直升机 在追上了短发哥的车队之后 杰森直接用降落伞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 稳稳地落在了大货车的顶上 而降落伞的散步 则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上 直接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追尾爆炸 杰森从车顶一跃进入驾驶室 一脚将货车司机踢飞了出去 这时小齐的父亲开始朝着杰森疯狂开枪 杰森只好取下后视镜的碎片 可他却意外发现了偷偷前进来的短发哥 随即两人便撕倒了起来 危急时刻 杰森被短发哥一脚踢飞了出去 好在他伸手脚剑死死地扒住了车底部的铁架 小齐的父亲见状准备开枪射杀 却被杰森用扳手砸死了开车的司机 失去了平衡的汽车 直接撞向了一旁的小树 另一边杰森重新回到了驾驶室中 用脚夹住短发哥的脖子 然后狠狠地将他踢出了车门之外 随后杰森将货车开到了一处海边 可这时小齐的父亲却拿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并一路将他带到了一处悬崖之上 就在小齐的父亲准备开枪射杀杰森的时候 一声枪响 他自己却先倒下了 开枪的人正是小齐 他实在看不下去父亲再这么搓下去 影片的最后 小齐和杰森成功地救出了被关押的奴隶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部上映于2002年的犯罪动作电影 《完命快递1》 里面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元素 这也得益于导演袁奎的加入 让外国硬汉也体验了把中国功夫的魅力 虽然整体的故事框架略想单薄 但是有着舒奇和杰森斯坦森的颜值加持 当做一场爆米花电影来看 还是很不错的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